大家好 今天咱们这又是 还欠账 因为上次 可能再上一次啊 咱们说 说到疫情的时候说美国现在疫情严重 美国人现在都开始 北下 南下北上 但是咱们说南下北上可能 国内的朋友 听不明白咱们后面再说 所以今天你说 什么叫美国人都开始南下北上 只要在国内一说南下北上 南下肯定是 下广州 下深圳 北上那是 上北京北漂去 那都是为了这个 挣钱 为了 经济目的 但美国现在这个南下北上啊 跟经济无关是躲疫情 因为美国这个疫情现在太厉害了 咱们上次还说了 中国一共 感染人数是8万多 美国一天就7万 一天就快赶上了 那都成了旧人了 何止是7万 最近呢 前两天是 7月19号那一天 单日新增 8万4000 7万已经都不算什么了 7万现在是 常态的 经常7万 所以说美国老百姓下了 现在就开始南下北上 南下美国南边是墨西哥 就往墨西哥跑 因为本来美国南部呢就是 这墨西哥后遗的美国人居多 当然跑也不容易啊 因为那修了堵墙 修的时候本来是 防止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国 现在好了 这挡着美国人没法 往墨西哥去了 所以这个新冠小病毒啊 经常干些 让人想不到的事 本来是挡着墨西哥人上美国 现在把美国人 回墨西哥的路 都会动了 这是南下 南下是去墨西哥 那北上呢 美国的北边加拿大 那自然就是上加拿大了 但是南下刚才说了不容易有堵墙 那北上也不容易啊 虽然没这堵墙 那也跟有墙差不多 因为咱们说了美加边界 从3月21日就关闭了 然后四次延期 现在呢 要延到8月21日 所以呢 美国人没有理由他也进不到 加拿大来 而且有些进来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进来了 还得遇到 加拿大没有这个朝阳打妈 但是加拿大人的警惕性也很高 现在经常是加拿大人满世界 找这个美国人 一看有美国人 就要上去查问 咱们说了 这加拿大人爱多事 他一看 现在美加关闭着 进来美国人我得上去查问查问 你怎么进来了 如果发现问题呢 他就报告 皇家骑警 皇家骑警就 跟踪追击追上去就罚款 咱们前面也说了 一抓着就得罚上千 这前几天有一个人又 在网上分享他的遭遇 他呢 他说我是双国籍 因为美国加拿大都允许双国籍啊 他是双国籍 他大部分时间在美国 因为美国挣钱多嘛 但是他也经常回加拿大 这次疫情呢 正好他就在加拿大 成天被加拿大 同胞骚扰 因为他的车牌子挂的是这个美国牌子 所以到哪一停 一会来加拿大人 你是美国人 你怎么过来的 我不是 我是加拿大人 别骗人了 你外部我看了 你车牌子都是美国牌子 怎么说也说不清 他就说 你等着 他回去了 回去把他的护照 加拿大护照 拿过来给这人看 这人才放过他 他说现在弄的我 我出门我都得把加拿大护照 带上 要不然这加拿大人老 老以为我这美国人老要报告 皇家骑警 这加拿大呢 皇家骑警是怎么回事呢 加拿大咱们说了 联邦国家 所以他 各省的权力挺大 各省有省警 但是省警只管 国内的事 这牵扯到美国人 这成了国际的事了 你就得报告 联邦的警察 联邦警察叫皇家骑警 所以现在 加拿大人都是这样 看着美国人来上去查问 查问不对头 报告皇家骑警 所以美国人想北上 也不太容易 现在就是 南下不容易 北上也不容易 警察 联邦警